大家好,欢迎来到全明星娱乐,我是凯西 肖战主演《斗罗大陆》16日播出完结片 她在微博贴出9张照片 告别所饰演的唐三角色,也感激剧组工作人员 无论结果是什么,我都会向阳而生 去年因粉丝举报AO3网站事件 导致肖战被酸民大规模网报 陈浅大半年才重返荧光幕 其主演的《斗罗大陆》深受观众喜爱 网络播放量作收日均破亿的好成绩 让肖战在凌晨再度为新剧收官发表长文 抒发心情 人情恋达记文章 肖战的小作文一直写得很不错 阳光文艺不酸腐 豁达通透玲珑心 赤诚纯净有爱意 是着了盔甲还是敞开心怀 她的分寸感和界限感 她的悲伤 她的怀念 她的迷茫 她的疲惫 无论多艰难 她都不逃避 不找借口 直面当下 水晶般晶莹剔透的心 折射出迷人的光芒 肖战是那样的细腻敏感 那双藏着星辰大海的毛子 在迷茫时看车窗外的风景 在深夜无眠时 坐在阳台看月亮 她是天生的艺术家 不管是表演还是音乐 她都能把自己毫无保留地 沉浸到每一个角色中 表达最真挚的情感 她历来靠的是自己的作品 自己的优秀 和自己的强大精神力 她不断磨练演技 精进歌艺 提升自己的专业实力 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困境中亦能持续释放善意 展现出中国传统的沉稳内敛气质 和坚韧风骨 最黑暗的日子里 她带着光点和程鸿意 走到世人面前 她说 公益是细水长流 她引导她的粉丝 汇聚每一份小小的力量 就像每个小小光点 凝聚起来 形成大的光束 照亮前方的路 展现出的强大粉丝 公益影响力 她带动的粉丝经济 从不是单一的资本运作 也不是个人单纯的孤名钓鱼 她的家国情怀 让她及她的粉丝 成为娱乐圈独有的风景 而她的光点 因爱而生 向爱前行 这首歌记录 那赤诚纯净的爱 那无以复制的历程 和那无尽温柔的力量 而光点的破译 亦是民心所向 否则不能破译 在当时疫情期间 她的强劲表现 是对数字音乐的强心剂 是一个产业的曙光 是一个新的时代象征 林峰雪 一路不予繁华静 奥林霜 行胜于严相光行 每一次都全力与富的肖战 与我 与喜爱她 陪伴和支持她的我们 亦是时间宝贵 爱意宝贵 简单 质朴 当下 肖战主演斗罗大陆 使兰克奇怪 获得众多观众青睐 肖战与粉丝分享两张 拍摄斗罗大陆时拍下的照片 描述当他感到无助 迷茫 甚至心情沮丧时 透过深夜 从阳台望出去的沙滩 月光或是拍摄转场时 车窗外的雨滴和云雾景色 都带给他不少安慰 肖战说 看着手机里那些当时拍的照片 惊觉已经是两年前的事 虽然两年多的这段时间 发生很多事 不变的是他仍期许自己 能不断成长 肖战获邀担任 北京冬奥冰球运动推广大使 亲身体验冰球运动 在每一个当下 选择不消极 不埋怨 每一个决定和选择都全力以赴 在每一次的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乐趣 这就够了 至少自己尽力了 不是吗 文末 他以以前是 现在是 以后我想也是 为自己立下心愿 积极乐观的工作观 让粉丝看了 纷纷按赞 也有粉丝感叹 肖战去年遭受许多恶意留言攻击 还能保持这样充满希望的想法前进 是很了不起的态度 还记得以前 肖战在《周记》里说过一句话 演戏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敢都不敢想的 连唐家三少都没想到 后来 肖战因为陈情令火了 2019年6月28日 距离斗罗大陆杀青还有5天 肖战从北京飞回剧组 那也是陈情令播出后肖战的第一个机场 刚从大山里拍戏出来 肖战还不知道自己火了 上古神虾回忆道 好多姐妹去接战战 她还是第一次见这种场面 孩子还有点懵 只能挥着手 尝试着让虾姐们不要挡路 从此 她的旷野就开始了 粉丝再也不怕 她在人群中找自己的灯牌 粉丝再也不怕 她走红毯被人催 粉丝再也不怕 平台嫌弃她人气不够 不要她 那些黑暗里的咬牙坚持 聚光灯下的清醒笃定 一切都是值得的 陈情令至今是无人能超越的经典 肖战饰演的《魏无限》 更是无人能取代 但她从不拿来标榜自己 虽然好像我从出道到现在 也没有特别能拿得出手的作品和成绩 但这也是我想说的 我会继续成长 我想去挑战更多更好的角色 然后去唱更好的歌曲给大家 对于我来说 这就是成长永远在路上 如果说陈情令让肖战大火 而《狼殿下》的成功 是她演员生涯迈出的第一步 如今的斗罗 是让她真正成为优秀的青年演员 肖战作为大男主 扛下收视率 扛下播放量 也扛下了口碑 任凭黑粉如何污蔑 挑拨离间 斗罗都稳稳霸住 各榜单榜首的位置 播放量日均破亿 让局面正式打开 从前只要有戏找肖战 她什么都不用考虑 只管抓住机会去演 不管角色大小 现在的肖战可以挑选好的剧本 自己喜欢的剧本 因为现在她红了 不管是爆红时期 还是低谷时期 肖战的心态一直都很稳 她始终对自己的这份工作 保持热爱 坚守初心 2015年12月30日 北京飞往深圳 这是肖战踏入娱乐圈的 第一个机场 那时还是个抱着枕头 带着红绳 开始追梦的大男孩 懵懵懂懂 不按时事的样子 像个孩子 有人跟她说要加油 她乖巧的说好 如今的肖战 乍路锋芒 已经是个大明星了 破界 跨界 闯世界 全世界都有人喜欢她 喜欢她的作品 粉丝却劳累纵横 不过是被迫成长 千言万语会成一句 向前走 永远别回头 我们一起向阳而生 随着狼殿下 斗罗大陆接连波避 肖战与人气女星 杨子合作的 《余生请多指教》 也即将播出 同时 肖战也已经尽组筹备 拍摄新剧《朱颜》 女星人敏在清平月 饰演《辉柔公主》 接下来 她将与肖战合作新剧《朱颜》 二人将谱出一段 知命不认命的师徒虐恋 万物复苏 春天来了 对于肖战而言 一切都是新的开始 肖战粉丝也达到了 2888万 这个数字很吉利 也预示着肖战会在 牛年事业顺利 有更多的资源 肖战刚出道时 并不是科班出身 而是一位设计师 一位喜欢画画 又喜欢唱歌的男孩 站在舞台中央 他演唱了一首歌曲 虽然不是那种天籁之音 但是真诚而干净的声音 让燃烧吧少年 选秀节目的前辈们 看到了他的才华 在经历了辛苦的训练之后 肖战变得更加优秀 以X9少年团主唱的身份出道 在岌岌无名的几年里 肖战努力把歌手和演员的身份 尽自己的力量做到最好 肖战的努力 让很多人都看到了 他的演技进步速度很快 歌声也变得更加美妙动听 经过专业的训练 肖战已经可以驾驭歌手和演员 这两种身份 随着陈情令的播出 肖战的演技以及颜值 受到了观众的认可 从几百万粉丝到两千多万粉丝 肖战成为了流量的代名词 也是因为肖战的影响力 肖战的带货能力 一直处于榜首位置 一场风波 让肖战事业遇到瓶颈 他甚至调侃自己 肖战 你要好好活这样 每次听到这句话都很心酸 肖战是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 他是有多大的勇气 来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切 用自己的方式 为这场风波画上了句号 电视剧《斗罗大陆》在央视播出 也就意味着肖战的事业又重新恢复了 他做到了很多人都做不到的事情 努力终究会被人看到 向阳而生的不仅仅是肖战饰演的角色 还是肖战本人 肖战就像个小太阳 那治愈般的笑容 每一个温暖的举动 都让人感受到了阳光般的温暖 与肖战合作过的演员或是导演 对肖战都赞不绝口 肖战很努力对待身边人 又很谦虚有礼貌 他做事情有自己的原则 希望肖战进组拍戏 一切顺利 让我们一起期待肖战的代播剧 余生请多指教 王牌部队早日定档吧 王牌部队早日定档